這位首富最近,他又非常喜歡搞新聞 他把他自個兒 還有柯文哲,在家侯友宇 三分比喻成三隻小豬 李樂樂重慶坦白,我是歐重慶 我們說起郭台銘,大家就覺得天啊 真的是被他搞了黑了一半 這個郭台銘看起來還真的就是來亂國民黨 也就讓整個國民黨的選舉非常的不順利 這個事情,咱們早就在今年的年初 也就是二三月就已經告訴大家 郭台銘就是這麼一號人物,這麼一個角色 所以他所謂的首富呢 老實說他其實出手根本就不闊錯 他只是利用著大家對他的想像 分別會對他另類的頭懷送抱 事實上啊,整個社會不乏這種人 看到有錢人就以為這有錢人肯定會把錢給你 事實上告訴大家,還真沒這回事 而且,許多有錢人他根本就是基於 他很會討詐別人的錢,而變成有錢的 這麼會討詐別人的錢的人 你還指望他把錢給你 那沒準,你往他身上靠 他還繼續從你身上再炸一把呢 而這個郭台銘啊,我們早就把他封為 小阿七財神 現在呢,足以證明 因為目前為止啊 不管是郭台銘也好 或者是賴清的 再不然呢,就是柯文哲還有侯友宜 這四個人啊,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花的錢呢 超過新台幣幾個億的 也就是說沒有一個人花的錢超過人民幣五千萬 你說這不是笑死人嗎 這個從2023年年初到現在都已經是經過八個月了 還沒有人花這個錢 那這不是選的比選六都市長還輕鬆嗎 這倒是這次整個台灣選舉呢 另類的一個進步 就是錢,真的沒花太多了 我們先說這個事情啊 讓大家再清楚一下 以往啊,在選大位的時候 還有一個上限規定 那就是明文呢 你最多大概就是四億五千萬台幣 不過呢,過去呢 從來沒有花這麼少的 大家呢,都是往十億以上 或者甚至有人達到百億 那到底啊 從1996年以來 一直到2016年 有多少回合百億呢 如果按照個人算的話呢 達到百億的花費的人次啊 少說有五次之多 那麼超過十億呢 那幾乎是都超過了 哎,唯獨這次 這次是因為有社群軟體 再加上有這個小器材神 郭台銘 他用的辦法呢 就是到處去租 一些有冷氣的場地 看起來 鏡頭上照得到就行 專門搞直播在臉書上 所以大家發現 哎,原來不用動員啊 請大家到網路上去報名就可以了 或者就在廟口 廟口呢 也只需要兩三百人呢 就可以把鏡頭給塞滿了 這就更便宜啊 所以郭台銘啊 就用了這個辦法了 省了很多錢 大家一看 首富花的錢都是這麼少 你當然不能花的比首富多了 而這位首富最近呢 他又非常喜歡搞新聞 他把他自個兒 還有 柯文哲 再加侯友宇 三分比喻成三隻小豬 而說耐心的就是大野狼 哎,這個比喻可真的不太好 因為三隻小豬呢 真的在台灣呢 是一個壞的比喻 好啦,無論如何 他說三隻小豬要一起喝咖啡 侯友宇先是拒絕跟郭台銘劍 現在呢 卻又來了一個另一人說法 說他以前已經三次求見於郭台銘 現在呢 不妨在第四次見郭台銘 哎,郭台銘不是想要請大家喝咖啡嗎 他不是應該立即反映嗎 看起來他只是在吊大家胃口 人家侯友宇說要跟他見 他就竟然沒有馬上回應 我看啊 他恐怕也會就選擇不回應了 人家說要請你喝咖啡 你還當真呢 現在看起來郭台銘不只是小氣財神 他連一杯咖啡 恐怕也會繼續消氣下去 別忘了 8月23 這兩個人呢 就要在金門相見了 他們在金門也可以喝咖啡啊 但是顯然 郭台銘還沒有這個打算 他可能要把這個喝咖啡的事啊 放到9月底或至少在9月17以後 為啥呢 因為他要獨立參選 最慢最慢 就是9月13到9月17 必須要公布他的副手 不過大家可別以為 他9月17如果副手沒公布 他就可以說他退出 那倒還未必 為什麼呢 他可以說他不連署 他可以死皮奈臉說 他要尋求跟國民黨 或跟民眾黨結合 這他當然又可以再鬧個一個月 這種反正只要在廟口 或者是在各地方 跟地方黨部 或者是地方的騎勞來做個結合 他就可以捲起一定的千堆血 讓記者們跟他靠攏 那你說 錢反正花了不多 他倒是可以把國民黨 搞得稀里糊爐的 您認為他不會繼續再 在幹嘛 我倒覺得他還真沒有那麼乖 不會到9月17 找不出副手人選 或者不想找副手人選 就這麼心甘心的停下來 三隻小隻的故事 如果說完不凌空 他還可以玩什麼四海龍王的故事 或者是五方三神的故事 反正他這個人只想要創造新聞 他只想站板面 而且就是要吃國民黨的便宜